从留学的时候到现在 我一个小时都没有忘记过我的母小师 我是在韩国朋友 那是中文学经验以后 就考学了去台湾留学 这个是第一次我出国 所以我觉得很高兴 谢谢几个我们的图案同学 对我太好了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 觉得不在外国 就是本国一样 口音很不容易听懂 所以下课以后 好几个东西 都是带一点教给我说明 一天中写教授 知道我陪我那常代小说 很清晰、很仔细 对我的这个将功功务 影响很大 像我这样的人很感动 我在当校长的四年当中 我一直在教授那个三星集团 我迎他们来设我们的财产 政府也许可我们创立了 医学大学 这个是我最大的成绩 所以这个要学中国文学的同学们 容易地要研究中国文学 一定会失败的 一定要保持着难性 台北、台湾是我的第二中国 台湾尤其是斯大 这时候永远我忘不了